那美國的會議有個古巴他是很疏通 誰有機會變成第二個古巴 巴西 因為那個時候他在熱帶雨裡面 他的民生經濟其實不好 所以他很有機會變成第二個古巴 美國就很疏通 他說1970年代就鼓勵那個巴西 你那個園園這麼大喔 你去開盆 把樹砍一砍 然後把人呢 移過去那邊種玉米種大豆 巴西政府一天就到座了 他真的把人送到熱帶雨林 然後把樹砍一砍 然後就開始種了 他給我做什麼事情啊 什麼都找不出來 1970年代才有科學家開始關心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要進去補發研究 在熱帶雨林地區 你那個樹葉落下來 分解是不是很快 一年到時候都在分解 所以他跟歐洲不一樣 歐洲是會下雪 所以他當年度來不及分解的被冰封之後 他會存在土裡面的有機質 可是熱帶不會 他一掉下來就馬上會分解掉 因為天氣還是熱 他分解掉之後 植物就要趕快再咬層 就把營養吸收掉 要不然每天都下雨很快就會流走 所以熱帶雨林 他的生物成長的資源在哪裡 在生物身上 沒有存在土壤裡面 你把地面的森林都砍掉 然後把東西都清走 只剩下土 有用嗎 所以後來的研究是 他那個土是瓶級的磚紅壤 為什麼是紅色的 因為他被淋洗 因為一天到晚在下雨 他的所有的礦物質都被淋洗掉 所以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的台中以北 是什麼 紅色 亞洲帶雨林 熱帶雨林裡面的生物生長 所需要的養分 是在生物身上 在樹 在草 在植物 在昆蟲 在動物 土壤是沒有的 我們只是季節性干旱 但不代表我們沒有雨 台灣的雨量 跟鋼朵 一樣嗎 所以我們一樣有靈起 一樣有那麼多雨 在靈起我們的土壤 只是時間不一樣而已 啊我們又是熱帶 所以我們生物生長的資源在哪裡 在生物身上 不會在土地 做生物飯店 做落葉膠奶 為什麼 就是為了這個 我們今天希望我們的公園綠空間 食物長得很好 可是我們 把那些落葉全部掃掉 枯枝全部運去燒 這樣做對嗎 我們把世界其他地方的經驗放進來 大家可以去思考 這樣對還是不對